視察鳳山溪的營造計畫 針對國民黨全代會當中 高雄市長韓國瑜喊出發射穿雲艦的說法 陳其邁則是再度的隔空喊話 要韓國瑜得先進好自己的本分 也不要辜負了市民期望 穿奈裝備仔細聆聽簡報 副隔魁陳其邁 二十九號南下高雄 視察鳳山溪營造計畫 但對喊出發射穿雲艦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陳其邁則是再度隔空喊話 那我是覺得川雲艦不足 眼前的現在努力的做事情 幫民眾解決問題 那比較遺憾的是說 其實七個月才剛到 然後市長就離開高雄市 那我覺得這個對高雄市民來講 非常的不公平 選情是韓市長國民黨自己去評估 不過我對蔡英文總統的選舉 是非常有信心的 先是一句對小英總統有信心 接著再對韓國瑜出擊 希望她不要一心一意 只想著2020忘記自己市長的本分 進而辜負市民的期待 行政院今天會正式核定 帶719水災 這個災損超過50公分以上的這個面積 我們今天行政院就會核定 那希望說能夠幫助人民 減輕一些災害的一些損害 除了對韓國瑜喊話外 對於719高雄淹水儀式 陳其邁也帶來補助好消息 希望趕快回來當高雄市長 陳其邁請跑基層接地氣 爭取大家認同 這也不禁讓外界揣測 是否有回鍋的可能性 接著綜合報導